其實整個是三位一體 我們要從熱火生活、從文化創意、從美學 從哪一個角落開始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從文化創意吧 因為剛剛我們有很多的作品 都是從故事、從那個 我們從文化創意到美學經濟 我們其實在做一件事 對生活深度的感動 我想這個是感知商品很重要的一點 當我們來到美學經濟 我們要往熱火消費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對生存的真實體驗 我想這是蠻重要的 有生存有這樣的體驗 當我們從熱火生活到文化創意的時候 我們在做什麼呢 對生命價值的一種追求 很偉大 確實 各位做人就是這麼偉大的那個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剛剛有很多的設計師 很多的這些設計總監 都能從故事開始 其實呢 任何的一個感知商品 都是呢 始於文化 這文化創意嘛 然後呢 行於產品 我看到這個很好的一個 scenario 一個情境 我怎麼樣把它弄到一個 變成一個產品把它展現成 最後呢 是用於生活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三位一體的那個 那去年呢 我們就在想 那麼感知商品呢 既然那麼多的設計的競賽 那麼多的 我有三十分鐘 要提醒我 因為喔 交租的人拿到麥克風 絕對不會停止 只會有人制止 那我們就想到 那感知商品 始於文化 我們來看看他始於文化 我們就從這一個人開始 從莊子說起吧 從莊子說起 從莊子說起 那我們今天不是在嘗國文課 這些 繪子啊 莊子說 哇 我覺得好像一個圖瓜 或者九個啊 聲聲聲聲 很大了 很大了 我不會用這樣 那個 莊子就跟他說 夫子不足以用大 你不用用大 大這樣啊 不很簡單呢 可惜啊 你一定不會用大的東西 你有這個五個福官 你才從莊子說起 然後呢 你就可以呢 浮於江湖啊 這是其夠的 始於文化 那我們現在在幹什麼 我們現在就 你看 這個去算多了 就是那個 那好 始於文化以後呢 誒 有一個行為產品 最重要的是 用於生活 各位 我們有一個廠商非常好 這個叫家 意思是讓歐羅 鐵來托 鐵來托 我想呢 你都可以體會到嗎 我其實也不必要多說什麼 你就可以感到 莊子的始於文化 行於產品 用於生活 那我們這是怎麼樣子的 那個 誒 是一個很好的那個 所以呢 這是家的設計師 他用葫蘆所設計的這些 產品 所以呢 莊子說 始於文化 行於產品 我說 比較重要的 要用於生活 因為呢 你只有一個情境 只有一個行於一個產品 我們要希望 文化 代表創 手藝嘛 技藝嘛 對不對 那裡面有很好的創意 可是呢 假如說沒有一個 鼻子裡是沒有一個生意的話 他們就沒有辦法形成啊 所以呢 我們比較重要的 還是用於生活 手藝加創意 要讓它等於生意 這才是一個最重要的那個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個感知商品呢 怎麼去評仰它呢 去年的時候呢 我們就弄了一個 三個那個 其實我在講 師谷幽情 文化美學 初顯設計的創意 這是從文化創意到美學經濟 再過來呢 就是 從美學經濟到樂果的生活 其實呢 我們講的就是 現代風華 設計品會 再創生活的風味 其實去年在今年的很多的作品 都是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麼最後呢 從樂果生活 在文化創意 我們有一個 哇 感知的創意 那麼呢 硬體簡單化 軟體風物化 你是覺得呢 現在有很多 很大群人家的那個 都是非常簡單的東西 不是high tech 所以呢 我們剛剛在講的 其實感知的商品 有三件事情 過去 台灣 在講的是 OEM ODM 過去我們都想到要使用 過去我們都想到要製造 過去我們都想到是功能 過去我們都想到高科技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感知的商品在講什麼 從use 使用到user 從講function 功能到feeling 從講high tech 到high touch 高感受 這才是感知的商品 真正的一個 那這個 那這個三個步驟呢 也剛剛好就是 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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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想法 那我常常講 師谷 尤其現在風華 感知創意 我就舉一個非常簡單的 我們剛剛在講文化創意 各位 你用故宮去看到三百年前的東西 哇 你看這個做得非常好 你把它當作藝術品 不是耶 三百年前是日常生活的用品 因為流到這個現在 不以稀為貴 所以變成藝術品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都是人家日常生活的用品 可是你看到三百年前的東西 你覺得他的那個情境 他能夠非常的好 柏總 你要過三百年的生活 不愛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都過三百年前的生活 所以我們把那個三百年前的情境 把它抽出來 好的創意是這樣 你把情境抽出來的以後呢 要把它放到現在的生活 用現在的生產材料 現在的生活方式 現在的生產方法 配到現在的lifetime 我們往往呢 好的創意 把這個拿出來以後呢 沒有架構了一個很好的 現代生活的contact 這個背景還夠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感動人 所以師谷幽情 師創意的來源 現代風華 才是讓它產生 食於文化形於藏品 用於生活 這個 那這是我們去年呢 得獎的這一些 這作品 那麼師谷幽情 我把它分類 大概是這樣子 這一類大概是文化媒體的突顯 涉及創意 現代風華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感覺說 你會發現去年的東西都很簡單 合乎 液體簡單 軟體重複 這也是台灣最厲害的地方 各位 剛剛蘇總在講 iPhone 4.99塊 7.99塊 7.99塊 我們祖宗一個iPhone 賺多少 8.7塊 在那些包包的那些頭都不夠 是這個叫做鐵皮 一看7.99塊 東南東北台 然後那個在哪 所以呢 我們在講文化創意的時候 是從價值講到產值 不是產值講到價值 你講產值只有8.7塊 你要講價值才要490塊 所以呢 這個感值商品呢 是在建立那個價值 然後呢 才衍生出場 假如說 我們有這樣的觀念 那就很好 那這是我們的火種的那個 這個方金一紙 包山包海 以前都用包包機 包包的包切 包那個 包那個 包的架 包那個架 又放架 不是放架 不是放架 放架頭 然後這個方間那個 這包金包 包山包海 方金一紙 就是跟我們講的那個 這個一體簡單化 軟體功能文化 製造簡單 機能簡單 但是我用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memory 我用這個東西有故事性 就是軟體的功能化表 來自哪裡 來自文化 為什麼來自文化 因為文化是歷史共同的記憶 你我共同的記憶 所以呢 文化商品 美在哪裡 美在呢 文化已經為我們架作了一個 common ground 我們可以有很好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思考 好 那麼我們的那個 三位一體呢 評審了 去年 我另外就在講 還有三個東西 這感 感值商品 感值的服務很重要 第一個 感性的場域 第二個 當我們在講 美學經濟都是我感動的體驗 那麼第三個呢 我們講的是感值的商品 我們現在常常在講 我常常跟 余副助長 我們在講 我們在講OTOP 我們在講 伴手禮 我們在腿內 我們在設定 這樣子 很好 但是太直接了 你直接切 切不到感值商品 你不會感動的 我到一個地方 我腳沒有對那個場域 很有好感 然後我腳你不用感動我的話 我離開會帶走你任何一個東西 所以呢 感動感性的場域 感動的體驗 跟感值的商品 那麼去年呢 我們也呢 跟中衛跟蘇總寫了三篇文章 那我們把三個例子呢 拿出來 將一看機場域 這個等一下呢 我們的那個 那個萬來人呢 就會跟大家介紹 講到感動的體驗 這個我們也沒有時間跟大家介紹 你知道那個新機場 真的 廣漫民宿 就讓你賣下來 怎麼賣下來 就是讓你感動的體驗 讓你從頭到尾 那麼舒舒服服的 去感受怎麼樣賣下來 所以這是一個Process 所以呢 感動的體驗就變得很重要 那最後呢 有一個感性的場域 有一個感動的體驗 它才會帶走你感值的商品 其實呢 應該有時間 我就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廣漫民宿呢 就有一次呢 就請我去聯想 我就到那個金瓜石那邊 享受了兩天一夜的那個 那我後來回來呢 就把他們的十個步驟 把它變成了十個產品 其實呢 應該可以講一下 廣漫就是這樣 各位你都有旅行過 你旅行網路定位 定位去的就 你就走到一個櫃檯 我終於有定位 號碼給我 然後就生計完了 就變成一個樣子 一二一三 電腿一樣 在二樓上三樓這樣 偷著那個 我是要來享受的 聽到這樣 第一步驟就不好 反正不是這樣 它沒有防號 它的防號呢 是水裡的心情 你一去它就斷出 它只有十四個房間 十四張牌子 你拿起來 哇 台北的天空很希臘 我一個叫綠間 一個房間 就是台北的天空很希臘 然後呢 它就照你的房間 把你弄得藍藍的 你弄得很好的氣氛 那我沒有時間講這些 但是呢 我把這些弄成十個步驟 每一個步驟 我後面就設計一個產品 你覺得這個步驟 對你很感動 你可能會帶走那個產品 你十個步驟 通通感動 你可能就帶一套 所以呢 你給它一個感氣的程度 給它一個感動的體驗 離開的時候 因為Memory的關係 它就再容易感氣感知的程度 那我想呢 這是我們